大家好 孩子吃饭没有胃口 一定要给他做这道美食 锅中加入100毫升的清水 水沸腾的时候慢慢的往里面加入面粉 先加入100克面粉 用铲子搅成面疙瘩 再往里面慢慢的加入面粉 我烫熟的时候把面团在锅里揉起来 做成一个半汤面的面团 揉分面团以后拿到案板上揉一揉 尽量把面团表面揉光滑 盖上盖子饧10分钟左右 这会儿我们先找一个小碗 倒入适量的面粉 然后再加入适量的黑白芝麻增香 芝麻可以多加一点这样吃的更香 加入一勺食盐 加入适量的胡椒粉 先用热油直接浇上去 搅拌均匀 我们的油酥就做好了 10分钟过后面团已经饧滑好了 这会儿更容易揉光滑 我们再把面团搓成长条 搬成像头大小的面剂 然后取一个面剂 用擀面杖擀开 放上调好的油酥 把油酥多抹一点 然后将它卷起来 把两头捏紧 再轻轻按压 像这样一个生坯就做好了 煎饼上又要刷油 放入做好的饼坯 表面再擦一层食用油 锅住水分 盖上盖子 中小火烙三分钟 好了翻一面 再烙三分钟 捞出两面金黄出锅 这样做出来的烫面小圆饼简单又方便 不用发酵 耗食时间短 而且比发面饼更加好吃 我们掰开之后里面是这种多层的 特别的柔软好吃 吃一次就忘不了 喜欢就在家试试吧